教父神修 是教会流传下来的珍宝 是古圣先贤们的家言义行 是我们基督信徒的优质精神食粮 欢迎收听 教父神修 天主子自己在万事之前就已存在 祂是看不见的 不能理解的 祂是无形的 出自原始的原始 出自光明的光明 祂是生命与不朽的泉源 祂是原始的真相 不可磨灭的印记 与父完全相似的肖像 祂是父的意念与思想 是祂走向自己的肖像 并为了拯救人性而取了人性 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 祂与有理性的灵魂结合一起 祂愿借着同类者洗涤同类者 祂除了罪以外接受了人性的一切 祂由童真女受孕 但真女的灵魂和肉躯 欲先由圣神进化 因为如果生育应受尊敬 真女的童真更应受尊敬 她以天主的身份出现 却带着所取的人性 使灵与肉两种相反的要素 合而为一 灵把天主性给予肉 而肉性就接受了天主性 那使他人富有的 自己却做了穷人 他接受了我肉躯的贫穷 好使我获得他天主性的富有 他原是圆满无缺的 却空虚了自己 他暂时脱去自己的荣耀 好使我分享他的圆满 他的这种财富是什么呢 涉及我的奥基是什么呢 我接受了天主的肖像 但我并没有保持他 如今他接受我的肉躯 为拯救我的肖像 并使我的肉躯得以不死 他与我们第二次结合在一起 比第一次更使人惊奇 由天主摄取的人性 应该给人带来圣化 他以武力克服了暴君后 借着他的子解救了我们 并领我们归向他自己 天主子在一切世上孝顺天父 他完成这一切都是为了光荣赋 他又如善目 初来到你曾献祭的山岭间 以寻找迷途的亡羊 他甚至为他们舍弃生命 他找到了亡羊 就亲自用他曾背负十字架的肩 来背起他们 然后背着他们回到永生 光药无比的真光 跟随着前行的灯光 若翰 圣言跟随着旷野的呼声 新郎跟随着新郎的朋友 这朋友借水洗净化人灵 为天主准备一特殊子民 并为圣神做准备 我们需要一位摄取肉躯 并为我们死亡的天主 好使我们生活 我们也和他一起死亡 好使我们洁净 我们也和他一起复活了 因为我们也和他一起死亡 我们也和他一起受到荣耀 因为我们也和他一起复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